人生总会面对许多挑战与机会 但有时候事与愿违 何尝又不是一种自我突破呢 像是这位罗腾渊 大学念幼宝系 原本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要当一个幼儿园园长 但有一次设计教案 做饼干甜点给小朋友吃 他从此爱上烘焙 毕业后刚好朋友在纽约开bagel店 他也在太太之职之下 去纽约当面包师傅 一人烘焙梦想 最后回到台湾 在领口开店 但一直在专注做面包的他 一开始并不懂得行销 加上开店一个月 就遇上疫情大爆发 口等不到客人 于是他跟太太主动出急 把卖不掉的bagel 通通拿到街上 公路人来免费试吃 还参加了新北严选的选拔 来提高曝光度 有味贝果出炉 有味贝果出炉 老板 你是早上这个忙碌哦 对 我们正常早上的时候会最忙碌 大概要出到七八百颗的bagel 对 那可能下午的话再出个七八百颗 瑞花芋头你要二 四 六 八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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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不够让面团休息15分钟 同样动作再来一遍 再做一个排气的动作 对 然后让它的口感会比较Q弹一点 对 其实一次也可以 只是一次我们觉得口感比较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感觉 大学年幼保系立志要当幼儿园园长 罗腾渊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面包师傅 原本是都没有接触过烘焙 对 只是后来因为要教一些小孩子一些教案嘛 一些题材 然后才去翻书 翻书想说那我来做一些简单的饼干 面包 给小朋友吃看看 对 就发现一做一发不可收拾 就竟然爱上了烘焙 连幼保课程都没有在上 常常翘课去外面上烘焙的课程 毕业后拍了面包店 每天做面包闻着面包香 罗腾渊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但还是碰到了最现实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小孩 对 但是后来觉得说 这一间小店 就是每个月的收入发现很像不足以支持家庭 对 然后觉得说想再学更多 对 才把原本的烘焙店停掉 到国外去学习 面团经过机器压平挤上厚厚的乳酪线 一阵揉捏之后化作一个个可爱的圆圈圈 就是这个和甜甜圈长相雷同的Bagel 开启他人生的新方向 六年前朋友在纽约开Bagel店 有人的薪资向他招手 加上这是一趟难得的学习之旅 他决定去工作 同时去圆梦 碳王以后他表皮会糊化 所以我们烤出来的时候 他表皮会比较有咬劲 然后有保湿的作用 才会光亮这样子 我们是用黑糖水 所以他表皮也会有一点点香味 所有面包类 只有Bagel在制作过程中 享有热水澡待遇 这也是增加Bagel口感的重要步骤 当年前进纽约挑战做出当地人爱吃的贝果 但那一趟去比想象中还要辛苦 我还有做一个副业 对 我那时候就是剪那个电器 我在路上剪电器 对 然后卖FB卖给那个网路上的客人 我都觉得一趟到美国工作了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薪水又比较高 我一定要把钱带回家 对他来说 剪拆剪电器不辛苦 苦的是和妻儿分隔两地 去美国上海工作六年间 一年只回胎一次 太太怀第二胎时 都是自己一个人去产检 她也错过孩子的成长期 会有点沮丧 对啊 就是 那时候是用视讯 小孩都不理我 为什么 因为没什么来见面 所以那时候生脑二的时候 就有点夸忧郁症症 对 然后就有跟她讲过 对啊 而且怀孕过程也很辛苦 因为孕吐蛮严重的 对 但她都不在身边 对 对 对 就要来拿 吃点吃 哈啰 你好 我要买 米洛的跟原味 牺牲太多和家人相处时光 为了弥补缺憾 罗腾雍回台开店 煮打Vagel 但一开始根本没什么客人上门 我本身是一个 做面包的师傅嘛 对 那对于销售 对于门市 包装这一块是完全不了解 会有一点沮丧 对啊 因为觉得 学这么久的面包 那做出来的东西 没有人来吃 对 其实是一个 蛮失落的一件事情 令她更失落的是 开店一个月 新冠疫情大爆发 尽内用 这下子业绩跌得更惨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多很多 但是我们每天 就是把它装成一袋一袋 然后大概二三十代 三十十代都有 就是从这边沿路 就是发 拜托吃一下我们的Vagel 拜托吃一下 试试看这样 诶 徐梅哥 Vagel来了 Vagel终于来了 这是原味的 好 当初面对一颗颗 卖不掉的Vagel 夫妻俩主动出击找客人 现在不少咖啡店 都是她的客户 当初是疫情期间 然后因为都没有人嘛 我们就去林口老街那边走走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贝果店在排队 我就觉得很神奇 但是我本身不吃贝果的 然后我就想说我过去 买一颗试试看好 因为我一吃到我就觉得 这也太好吃了吧 你就让你吃完家的贝果来买 对 Q软啊不会偏 不会硬的感想 有些贝果吃起来会很难咬很硬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青酱 还有这个乳酪 乳酪的话就是 这乳酪一定很香 加那个起司粉 他们的材料都用的蛮好的 以往许多蛋黄酥 可能会用蔬油或猪油 对 它确实 其实会让它的香味好很多 对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 用比较健康的天然的发酵奶 下去制作 对 对人的身体 其实比较不会有负担 对 吃起来也不会说这么油腻这样 罗藤渊做的蛋黄酥 少了油腻感 多了浓浓麦香 想尽办法让产品曝光 欣赏 参加比赛 也是提升能见度的好方法 在新北市府举办的 新北源泉选拔州 以蛋黄酥礼合获奖 新北市府辅导店家刺激消费的方法 还不止这一项 新北加倍券总共发行了5.5亿元 虽然是全台湾地方政府发行 底方的这一些加倍加码的部分 最多的一个县市 那我们也推动了这一些所谓的一连串的 一些辅导的措施 其中我们就推动了新外商计划 新外商计划 主要是协助我们新北在地的小商小农 如何在这短的时间 透过在超商上架 能够让他们的产品展露头角 我们也协助这一些小商小农 可以跟所谓的外送平台 尤其是餐厅业者 他们来做一个结合 罗腾渊相信不放弃 机会就会来敲门 他勇敢追梦 为人生轰出幸福味